那在瑞典是有不一樣一點 因為在瑞典 不要穿紅色 因為我們就知道 這樣親家母要穿什麼色 因為就是在 尤其是在亞洲啊 然後中文就是 就是紅色是很稀氣嘛 然後就是很 大家都很喜歡 但是其實在瑞典是 不要穿紅色 因為如果女生 穿紅色去參加婚禮 就是代表她是跟新郎 是有以前的什麼關係 因為是她的前女友 紅色是前女友們的顏色 對 還有這種顏色 所以如果你穿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 我第一次就跟老婆 一起回瑞典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需要 也是要參加一個 一個不是很熟的 一個親戚的一個朋友 親戚的一個婚禮 然後那時候 因為她就是穿了紅色的衣服去那邊 然後大家都是 一直都是想要跟她聊天 因為新郎的事情 以為她們都很熟 可是她就是一直都不認識 MARTIN一結婚的時候 有人穿紅色嗎 好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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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戚 親戚咬住 MARTIN走進來 忙什麼 好有意見 所以前女友可以去 但去一定要穿紅色的 這不一定 但是就是 這是一個是代表這樣子 所以以傳統的就是這樣子 只有 是跟新娘之前又發生關係的 才會去穿紅色的 日本就是 比較不一樣的是 就是日本就是 理經理與彼士人 這樣嗎 因為日本這個婚禮就是 通常就是兩三個月前 會收到洗碟 是 然後裡面有一張就是 明信片要回覆 就是會不會參加 然後如果 那個回覆參加的話 一定要參加 就是不可能不參加 然後 真的 真的 突然有事情 不參加也要 就是 趕快告訴人家 然後 也包紅包 對 一樣的價錢 然後通常就是我們 就是跟韓國一樣 就是 當數 就是一萬五萬什麼 而且你們是白色的對不對 白包 白信封 對 然後 通常就是我們 最少也是三萬塊日幣 差不多八千 八千塊台幣 八千塊台幣 對 這是最低 最少喔 對 所以還是去韓國比較好 去韓國 去韓國 變反對 柬埔寨 對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也是 我聽說有一個 就是朋友的媽媽 阿姨就是 收到那個洗碟 可是那個是 兩三個月簡直是要回覆 這是第一張收到 然後就說回覆 那個三家回覆 然後 又收到了 然後又收到了 這樣子 一個月就是有三長分離這樣 哇 被炸三四耶 三八九二十四了 對啊 所以就 所以他如果回覆不去要包嗎 先回覆不去的話不用包 那就不要回啊 那就不要去啊 可是 對啊 婚禮 不要看關係 我沒有朋友啊 不要看關係 要看關係 不然你就搬家啊 今天怎麼得性的 不是 你剛才沒有 有這麼愁嗎 搬家很貴 搬家會不會花更多 謝謝 怡靈好不好 對啊 搬什麼家 婚禮蟑螂還是比較適合韓國 好了 沒有婚禮蟑螂 這麼喜歡當婚禮蟑螂 幹嘛要主持 真的 就是嘛 主持也要吃飯啦 平常也要吃飯 我參加過一個日本朋友的婚禮 然後那個日本朋友是 他是一個玩摩托車的人 然後我們是在台灣人 現在來台灣環島 來台灣幹嘛 我們就認識 然後呢去的時候 我跟另外一個 也是玩摩托車的朋友 兩個人就一起參加 那我們兩個就講好說 欸 人家Biker 日本的Biker是很屌 日本的機車文化比我們屌 我們就很Biker 好 我們兩個戴很Biker 我那天穿 我那天穿全套西裝 靴那個西裝褲子 特別挑那個緊的 可是我穿馬靴 哇 因為我想說Biker Rider 對就是要酷啊 對他平常就那個樣子 而且你知道我們到日本 是婚禮提前到 提前到他也出來 帶我們去喝酒要幹嘛 出來大家也都會這樣 喔 戒指 銀戒指 手臉Biker弄的這樣 然後我就穿靴子 然後我另外那個朋友呢 他去美國弄一套 那個HIP HOP的西裝 HIP HOP HIP HOP的西裝是褲子 衣服都很大 然後口收的這樣 就看起來就老耶 我們兩個到誰 我們兩個就去 去到那個現場 到門口啊 是所有日本人都在看我 就連門口 連門口那個服務生啊 或是在門口等人的賓客 或是經過的賓客 包括我們後來走到裡面的賓客 你就走到裡面就覺得 人家就 而且日本人不是瞪你 他就這樣 就是讓你感覺到那個壓力 而且那個表情就是 你怎麼這樣穿呢 怎麼了 怎麼了 他們這樣穿的話會怎樣 我們就是 對 很不合十一嘛 然後我們自己不覺得奇怪 然後他是要先行禮 先行禮就是有一個會場 是 我們走到那個會場再覺得 我一進到那個會場 我還退出來 對不對 裡面全部都是白的 你看到的東西都是白的 連花都是白的 然後那個賓客 賓客還 男生還不只穿西裝而已 男生還穿那種 會像 會上奧斯卡頒獎那種禮服 濕絨的臉 喔 醜的那種 所以我們一看就 哇賽 你們這 是葬禮嗎還是 嗯 就太白了 好 所以就有那個 就聽到有聲音了 就聽到有聲音 然後前面有一點小小的躁動 就那個儀式要開始了 喔 這是保全來趕你們 對 保全來趕你們 沒有這件事情 移式要開始了 然後我們的朋友 我們那個朋友 新郎 新郎先進來 新郎先進來 新郎一進來我們就興奮了嘛 講 太開心 然後所有 被嚇到 對 我們就 然後就乖乖地在那邊看 保全是這時候才進來 然後我們就乖乖地等 他走過去 他也沒有看我們喔 就是他這個時候就變了 不敢相認 對 平常他是一個Biker 他這個時候就走中間 就是帶一個微笑 然後很 一直往前面走 一直往前面走 走到前面 他也不大理我們 欸 日本人怎麼這樣 移式完了 就到另外一個廳 是那個 那個宴客 我們到那個會場就會這樣 一打開我說 我只是到場啊 就是他就是 榻榻米的那種 很大很大的日子房間 然後賓客都 椅子都已經排好 我們找到我們的座位 我們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就跟一個從來沒進棚的 喜劇演員一樣 就你也不知道怎麼做啊 大家一去 我們比較前面嘛 我們去找到我們的位置的時候 我那個朋友就已經坐下 他要準備坐下 他要坐下我就拉我 欸 沒人坐啦 沒人坐啦 那站起來 然後我們就站著 那你不能罰站啊 就假裝了 聊天什麼 然後看到日本人怎麼做 看到女人 女生怎麼做 男生怎麼做 喔 男生是這樣 喔 我們就很規矩坐下去 然後坐下去 桌上已經有一些飲料 有什麼東西 我去拿起來喝了 我杯子一拿起來這樣 他說 沒人喝 你沒有一個人喝 沒有喝 沒有一個人動 因為他儀式還沒有開始嘛 他都一直上來了嘛 喔 所以那整個 整個過程搞到我緊張得要死 好驚喔 好驚喔 好緊張喔 所以那天晚上的時候 那天那個婚禮完以後 我就跟我朋友說 不…我們兩個一定要去鬧一下 一定要搞一下 對 我們兩個自己把自己喝光 喔 那個儀式好緊張喔 真的好緊張 好嚴肅喔 整個過程嚴肅到不行 所以日本的結婚都是這樣子嗎 應該是 乾…乾杯之前應該不能喝 乾杯就是才會開始喝 對 應該是這樣子 曾經也參加過一個 我的羅馬尼亞同學 然後他嫁給日本人 兩個人的婚禮 那是我人生中看過 最極端的兩個例子 他在同一個會場裡面 在英國的一個餐廳裡面 他們兩個結婚 那我那個羅馬尼亞同學 他是很活潑的 外向的那種 他先生呢是會計師 他們全家都是日本人 可是家族他們的名望滿大的 然後全家人就傳統的日本人 中規中矩 從日本飛來倫敦 然後兩家要結婚嘛 那你一進那個會場 那個羅馬尼亞的傳統婚禮 是跟台灣一樣 可以鬧洞房 就是男生要娶女生的話 你可能要過好幾關 可能要從新娘的胯下鑽過去啊 你要喝很多的酒 然後用高跟鞋喝酒 什麼都可以 全部樣樣來 還沒有開始就先喝醉那種 所以我一進去會場呢 一進到裡面 就發覺裡面的氣氛非常的奇怪 右邊就是那邊 一直喝一直喝 然後酒都搭在身上這一種喔 左邊呢 全部都是日本的親友 做這樣子 沒有聲音 然後因為他們手上好像會戴手套 白色的那種手套 就這樣都沒有聲音 然後不時的還拿那個白色的手巾擦汗 然後這邊的那個女... 然後還有從胯下 然後整個人倒過來啊 一跳舞脫衣服的 全部都有 鏡頭在跳往這一邊 變暗靜音了 對 靜音 全部都沒有...桌上的東西都沒有動 這邊的桌子都要翻過來了 羅馬尼亞跟日本人婚禮 你會覺得好像兩個世界 兩個不同的場合的人 兩個不同的餐廳 中間沒有隔間 羅馬尼亞是新娘 新娘 日本的新郎的爸媽應該要... 對 他們真的... 他們不能講什麼 他們就是那個帽子啊 然後日式的衣服全白的 就在那裡正經為座的作者 然後他們兩個結婚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婚禮 你們會不會想去參與他們脫衣服那一怕 真的 我覺得賓客來了 賓客來了都直接然後往右邊走 左邊都不想做人耶 很難講喔 喝一喝搞不好反過來 因為日本的朋友一喝真的是不得了 沒有...小蘭哥有講的對 就我剛剛...我參加那個日本朋友 婚禮很嚴肅對不對 完了我們自己去喝嘛 第二天新郎就有空陪我們啦 他找出來的朋友 每一個人都跟我們講 日本的婚禮好無聊 嚴肅的鑰匙 我們就是要這樣玩 他們自己也不喜歡 太驚了啦 這就是...儀式就是要講 但沒辦法 對 就是要講 而且講話也是固定的 是喔 就是...就是遇到人 就說今天就是好日子 就是恭喜什麼 就是一定要講 好驚喔 對啊 好累 而粉絲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